哈喽 欢迎来到鱼圈小二的频道 鱼卷向您报道 如今大部分的录据都是以网络播出为主 不过有些录据因为话题度高 网络播完后 也会被电视台买下版权播出 像是近年热门的古装剧《一年观山》 《星汉灿烂》 《孟华路》 《陈香如蟹》等 最近陆网也统计出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的 古装网剧收拾排行 TOP10 一起来看看吧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古装网剧收拾排行TOP10 人家伦 白露 周生如故 收拾0.133% 人家伦和白露主缘的古装剧《周生如故》 是2021年度热门剧 周生如故原先网播成绩就冲破了14.98亿 动陆电视台后收拾成绩也很亮眼 这是难得口碑和收拾双丰收的古装剧 在豆瓣开出了7.3的高分呢 被评为2021最值得追的古装偶像剧之一 周生如故改编自莫保飞保的小说 一生一世美人古 原著小说是前世今生的故事 剧版拆成古装剧《周生如故》和现代片《一生一世》 而周生如故讲述太子妃时宜 与小南城王周生辰 两人爱而不得的试图虐恋 其实原著小说关于前世的琢磨并不多 大多是回忆穿插 电视剧特别拉出来将故事完整化 虐恋爱情让剧迷舞 追完都出不了戏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古装网剧收拾排行 Top9 彭肖冉 金翰 君九龄 收视0.136% 君九龄是彭肖冉及东宫之后回归主演的古装剧 我们播成绩不算好 评价更惨 斗瓣井三年九分 没想到在中国黑龙江卫视收视成绩还不错 君九龄是部大女主剧 讲述公主楚九龄 为了替父皇报仇而刺杀篡位的舅舅 失败后以孤女君珍珍的身份再度归来 死机复仇 同时陷入成国公世子 竹赞 清贵公子 宁云串 前未婚夫陆云齐 三人的爱情漩涡里 彭肖冉的古装一如既往的美 但金翰的颜值被疯狂嫌弃 很多人以为金翰弃剧 而且大负评 而剧情一般般 男女主角没有CP感 降低了大家追剧的欲望 一种配角也都毫无魅力 基本上就是靠彭肖冉一个人再成 近四年 登陆电视台播出 古装网剧收视白行 套跑8 张若云 王阳 显微静下的大名之 思眷暗 收视0.204% 张若云自清一年后 就成为悬疑正剧 古装大局的御用男主 这部显微静下的大名 也一样是黄金班底 故事讲述万里年间 一向不公正的税收政策 在灰州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混乱 显微静下的大名 根据马伯雍同名读本改编 马伯雍也就是长安是二世 称风起洛阳等原著小说的作者 他的作品被影视画都是高质感 显微静下的大名 也走精致路线 场景细节用心 很多台词都有玄机 不过马伯雍的剧 经常被诟病节奏慢 所以该剧没能像庆余年一样出圈 但口碑是好的 而张若云是被观众信任的演员 他转的剧收视和网播成绩 也都不会太差 近四年 登陆电视台播出古装网剧收视排行 Top7 黄轩 王一博 宋倩 风起洛阳 收视0.218% 又一部马伯雍小说改编剧 风起洛阳因着高人气明星主演 首播隔日就在爱奇艺站内 热度值飙破9000 风起洛阳也走高质感路线 画面运进宛如电影大制作 主演群演技在线 武打戏拳拳拳到肉 爽度满点 短板在于故事铺成略显薄弱 大结局幕后boss揭晓已无悬念 明显感觉到导演讲故事的功力不够 风起洛阳讲述混迹于洛阳底层的不良富帅 高炳竹 阴差阳错卷入案件成为嫌疑人 在想方设法自证清白时 与为查清父亲被毒杀真相的百里红毅相遇 二人合作并展开调查 随着他们对案件的不断深入 进而发现了一个足以毁灭神都 血染落水的惊天阴谋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的 古装网剧收视排行 Top6 刘亦菲 陈晓 孟华录 收视0.238% 古装剧孟华录是2022年上半点的小暴剧 当时因着陈晓 刘亦菲两位古装神言 一开播热度就相当高 加上剧情跟拍摄质感都很好 因此孟华录网络端播出时 在许多剧集监测平台的数据都很扛打 童年年底登陆到北京卫视播出 收视率也不错呢 杨幂 赵领 刘亦菲 刘诗诗这批包五花 收视号赵力普遍都蛮强的 就算不是粉丝 路人看到是他们的剧 也都愿意点开看一眼 而孟华录两位主演不仅颜值高 火花还炸裂 虽然后期剧情引发争议 不过大截局口碑逆袭 靠着三位主角的高光挽回了口碑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古装网剧 收视排行踏步五 彭小冉 丁宇熙 春归 梦里人 收视0.24% 春归 梦里人展来彭小冉 丁宇熙主演 一开播在中国腾讯站内 就冲破了24000的高热度 剧情集合替价 先欢后爱等经典桥段 演员演技不拉胯 剧情设定也有看点 但剧品就非常差 网友都在吐槽导演 导演被吐槽是印度式运镜 一点美感都没有 没想到春归梦里人电视台收视成绩不错呢 春归梦里人是浙江卫视 2023年黄金时段收视率第五名 胜过了迪迪热巴公诉 陈兴旭 兴落宁成堂等剧 讲述自幼在海方长大的季曼 一次入京游玩发生意外 再次醒来已经摇身变成了 墨玉侯 宁玉轩的夫人 被当成残暴善妒的聂桑鱼 济曼多次化解危机 赢得了侯爷宁玉轩的宠爱 这时绅士却被揭晓 他的亲生父亲乃是杀害宁玉轩之父的茶帮首领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古装网剧 收视排行top4 吴磊 赵露丝 新汉灿烂 月升沧海 收视0.258% 新汉灿烂是2022年度暴剧之一 网播量冲破了41亿 更登上Netflix各国排行榜前排 而新汉灿烂连收视成绩都很能打 网络端和电视台端 观众喜欢的演员不太一样 而吴磊和赵露丝是唯有作品 进而打尽收视榜前10名的95后演员 两人在新生代演员中的收视号召力非常强 新汉灿烂讲述背负沉中绅士的少年将军 林不宜与父母长期征战在外的留守少女 成少商 在无数次考验中携手化解家国危机的故事 观众一致认为新汉灿烂选举很强大 吴磊 赵露丝 CP感十足 剧情更是扎实精彩 从主演到配角各个演技在线 受欢迎不是没道理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 古装网剧收视排行top3 刘涛 周玉明 大宋公辞收视0.285% 刘涛主演的古装剧大宋公辞评价很惨很惨 这是一部大女主古装剧 讲述张宪名宿皇后 撒乱剧中力往狂澜 创造宋人宗圣志的传奇故事 虽然大宋公辞有精良的制作 但依然救不回不知所云的烂剧情 从第一集就让大家都没有看懂 台词雷人 故事毫无逻辑 还硬要刘涛和周玉明上演 中年玛丽苏 被网友评为是史诗级烂剧 大宋公辞豆瓣评分仅3.8% 然而这部剧的主角是刘涛呀 刘涛是观众公认的收视女王之一 她牢牢掌握了婆婆妈妈的遥控器 从鸽血家庭剧到狼牙堡芈月传 欢乐颂这种质感大剧 很多观众一看到是刘涛主演 就是愿意买账 所以虽然大宋公司网播评价差的可以 但收视不差呢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的古装网剧 收视排行Top2 成译原冰岩 琉璃收视0.33% 琉璃拿下第二 琉璃是近年冲出超高热度的古装新侠剧 一举将成译捧成古装男神 琉璃在豆瓣开出7.5的高分 网播量冲破了24亿 就连后来登陆电视台收视都是高的 琉璃改编自十四郎小说 琉璃美人煞 原著粉对于剧本的改编很满意 诚意高度还原小说中男主角的形象 圆饼眼酸颜值造型被吐槽 但演得很好 两人CP感炸裂 另爱小天才女主和纯情男主的设定超级甜 每一集都有撒糖的亮点 让剧民忍不住一级一级的追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古装网剧 收视排行Top1 刘诗诗刘雨宁一年观山 收视0.354% 冠军是一年观山 一年观山去年底上线 这是刘诗诗睽为多年又演的古装剧 一开播就冲出极高热度 网播量已经冲破20亿了 而电视台端的收视也很高 刘诗诗的收视号照力非常强 她的剧只要登陆电视台 收视基本都能挤进前排 一年观山质感很好 打戏高燃 人物形象丰富饱满 演员演技也都在线 但后期评价就比较两极 一派观众认为主配角 人设崩塌 逻辑混乱 剧本有太多硬伤 导致评价值之落 但一念观山 热度无疑是高的 讲述朱一卫千左使 仍如一家死后 意外结识了 曾为六道唐妇唐主的宁远舟 一群人开启了未知的冒险之旅 好了 看完以上 近四年登陆电视台播出 古装网剧 收视排行Top1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